大家好,歡迎來到中午鼠鼓王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視訪 港股長假之後,出現一個先跌後回升的走勢 目前市場都是官網美國即將公佈的通脹數據 今早反彈力度不算太強 恆子高開後向下,曾經到跌過六十幾點 落過去19,38點附近 之後就回升,最多是升超過130點左右 去到19,441點 半日收市價是19,441點 升了79點,升風大約0.4% 大師本日的成交都算是偏旺,有531億 美國總統拜登的計劃 簽署一項行政命令,幫助擴大美國生產 生物科技的生產 令今早中資的醫藥外包服務股重創 其中陽明生物今早下跌了18% 另外三生製藥也跌了6% 而其他生物科技、醫療股普遍都是捱沽的 而中資電力股和內房股今早有回套 電動車股今早上升了3% 而在長假之後,消費股和內需股都向好 例如體股用品股、啤酒、餐飲、蠔賭股 今早上都有炒作 奧達今早上升了3% 海底腦升了6% 另外還有一些航運股和消費電子產品 以及一些部件股今早上都有反彈 建築即層板有望受惠於下游的客戶需求 即一些電子產品生產商的需求做部回升 加上公司的複銅面板產品的升級 以及上游物料的擴產就有助去穩定公司的利潤 而公司的股價在上個月反彈到7.7% 目前50天線都是在7.7%的附近水平 短市來說,若然能夠突破到反彈高位7.7% 其實後市有望上市8元的關口位 甚至8.4元的阻力 入市可以將止涉位放回20天線 目前是7.3的位置 今日同大家看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今天請進來 importantes